近日,记者来到青海省果落藏族自治州马多县花石峡镇藏文中心寄宿制学校 随已入下,地处高原的马多县却寒气逼人 教室和学生宿舍内依旧烧着暖气 课间活动的学生们还穿着羽绒服 马多,藏于亿为黄河源头,地处青海省南部 全县人口总数不到2万,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 是该省人数最少,海拔最高的县,属人类生存环境最恶劣的地区之一 咱们学校是全日制的寄宿制学校 一,考虑到孩子们在路途中的安全 孩子们有的来自黄河湘、扎连湖、黑河湘的学生路途比较远 尤其是咱们黄河湘、白马那、陡江、唐哥马三个墓越式的孩子 离咱们华西亚镇将近有260多公里 路途也比较遥远 路途也特别不好 二,让牧民放心把孩子交到学校 咱们学校通过咱们的班主任老师还有生活老师 晚上住宿都有宿管老师去管理 让孩子们在学校里面住得好、学得好、用得好 裁让告诉记者 学校现有学生312人 有三分之二的学生住校 其中家住附近且有人监护的学生可选择走读 学校不强制要求学生住宿 记者看到学校食堂内张贴着每日菜单 午饭时分 学生整齐列队洗手、消毒、打饭 午餐有四五样菜式可根据自己的口味挑选 现在放的这些肉是今天晚上的晚餐 是今天晚上的晚餐 给学生们做的是那个牛肉稀饭 每栋每餐 我们学生给学生需要加到五到五十多斤的牛羊肉 他们营养是纠横搭配上去的 因为现在小孩子12年级的 他们都是不是要长身体吗 然后的时候还有第四餐是 晚自习下个也就是八点 八点给孩子们加的一餐 牛奶和炒面 孩子们最爱的炒面 午休时间过后 学校保育员嘎错将学生们换洗的鞋子 晾晒在宿舍楼门前的台阶上 他说学生的鞋子衣物 宿舍的床单被套都是定期清洗 有些孩子晚上还会尿床 保育员发现后会马上更换 学生宿舍内窗鸣寂静 被入整齐垫放 门口柜子里放着干净的换洗床品 洗漱间内热水24小时不间断供应 据悉马多县全年的供暖期长达11个月 学生宿舍和教学楼全部接入集中供暖 确保学生不会挨动 从小学一年级入校到现在 最大的变化是孩子们在学校里面 感受到咱们的知识的广进 还有汉语的普及 再一个就是在学校里以后 进入学校以后 那就是对孩子们的养成教育 教学方式方法都得到了很好的提升 周末学校会为住宿学生组织格萨尔史诗说唱 绘画 舞蹈 篮球等兴趣班 丰富他们的课余生活 第一天来的时候非常想家 我晚上哭的时候 老师说不要哭 我们多在鼓励你 然后我就适应了这个生活 在这里交到了许许多多的好朋友 我也是很开心 然后朋友们都会跟我一起去玩 一起学习 一起努力 校长才让告诉记者 在校学生无需支付伙食 住宿 教材等费用 相关经费均由当地教育部门列支 据了解 果楼州现有寄宿至中小学63所 占全州中小学总数的91.3% 在校生37576人 占全州中小学学生总数的86.3% 果楼山大沟深 地广人稀 环境艰苦 经济社会发展之后 单一民族成分比例较高 不少群众世代以放牧为主 寄宿至办学方式 有效解决了我州 失灵儿童少年 接受公平教育的权利 有效解决了牧区 牧民群众居住分散 学生远距离上学难的问题 牧区学生与城镇学生 共同分享优质教育资源 接受同等条件的学校教育 城乡教育差别显著缩小 牧区失灵儿童少年 真正具备了公平竞争的能力 在寄宿至学校 学生从生活起居 饮食营养 到体育锻炼 学习辅导 都有专职人员管理 省去了家长早中晚接送孩子之苦 继而解放了家庭劳动力 学生技术在牧区家长中反应良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视频 中文字幕志愿者 cap真